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间至此中心 由长江支流向干流迁徙 完成了由耕且桃烟的农村手工业 向砖而惊艳的城镇手工业的历史性转变 景德站制瓷叶起步之初 在学习月瑶生产灰胎青幼瓷的同时 率先在中国南方生产白胎白幼瓷 一举打破唐代以来南清北白的瓷叶格局 宋代引青瓷的成熟和规模化生产 景德站找到了当地优质制瓷原料的最佳表现方式 从此 寄身天下民谣的行列 声名雀气 此后 陶瓷史上许多石破天津般的发明创造 在这里横空出世 高领土的广泛应用 极大改善了瓷器性能 原青花瓷器的诞生 因令中国瓷叶进入彩瓷时代 明清两代诱上彩瓷的发展 更令景德镇此业独步天下 景德镇精湛的手工制瓷技艺 是在广泛吸收 世代传承 不断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 千百年来 景德镇及天下名谣之大城 汇各地记忆之精华 走出了一条学习 吸收 传承 创新的良性发展之路 如果说 手工制瓷产业支撑的景德镇上千年 那么有数以万计的工匠 承载着的庞大 复杂 高效 而充满智慧的记忆体系 则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基础性支撑系统 使景德镇中意极大成者的英姿 登上世界瓷叶的巅峰 成为令人敬仰的瓷都 和世界手工艺之都 明代以来 景德镇瓷叶进入城镇化工厂手工艺阶段 此期生产工艺复杂 工序繁多 分工也十分精细 所谓共计一杯功力 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 无论拉批 利批 绘画甜色诸多工种 工匠从少年学徒一时 穷其一生 专世一项 记忆水平日益精进 趋于极致 从技术上满足了产品多样化 高品质化的要求 另一方面 景德镇手工制次工艺 环环相扣 相为依存 互为制约 随成体系 因而细致的分工 又对生产的组织系统 与工匠的合作精神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此修器与共的工艺关联 培育了景德镇独特的群体性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的群体性 不仅要求每一位工匠 做到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 耐心专注 追求极致 更提倡各工序操作者之间的合作精神 既要又对上手工序劳动成果的充分尊重 更要求做好本职工序操作 不留缺陷 对下手工序的操作有着充分的责任意识 正是这种既细致分工 又充分合作 具有高度责任意识的群体性工匠精神 尝就了景德镇与 尝就了景德镇辞业高山扬指的历史地位 一口半 二口半 三口半 群体性工匠精神引领下的景德镇传统手工智慈记忆 历经千年的演化积淀 形成了独特的工艺文化和完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 他以其独特的理念 智慧 气度和神韵 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景德镇传统手工智慈记忆 是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 景德镇属于中国 更属于全世界 gosp即时地 chacun下字字 适当 crypto 柴统中共 柴维 柴统